1992年2月12号 英国利物浦墨西塞德郡 一位年轻的妈妈Dennis Bulger 带着两岁的儿子James 到新海滨购物中心进行采购 Dennis推着满满的购物车 到收银台结账 因为无暇顾及两岁的儿子 于是他的儿子在一旁的肉铺等待 谁知道等到结完账后 Dennis却发现 儿子竟然不知去向 找遍了整个购物中心 都没有孩子的踪影 心急路纷的Dennis 马上报警 警方调阅了购物中心的监视录影 发现James原来是被两个十来岁的小孩 带离了现场 哦 原来是两个小孩啊 幸好不是什么人口贩卖集团 于是警方开始全程找寻这两个男孩 说不定James现在正在他们的家中 直到两天后 有人突然在火车轨道边 发现了一具被火车集成两弹的小孩尸体 头部被强压进的轨道的碎石扎中 得到警方将上半身挖出来后 才发现此人正死两岁的James Bulger 刚接到报案时 警方原以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但是到了现场才发现 天晓得在James的身上 到底遭受了多么恐怖的事情 根据实检报告 被害人身上共有42处损伤 没有一处是致命伤 也就是说 被害人是被人慢慢折磨至死 脸部有斜印 左眼及脸上还有蓝色颜料 颅骨有十处骨裂 是被人用鱼尾板 也就是铁路轨道的废弃材质 重疾所致 法医从被害人的口中 搬出了一节电池 被害人的鞋 挖 长裤及内裤都被偷掉 生殖器的包皮被暴力翻弄 钢门里虽没有发现异物 但是有损伤的痕迹 当时警方怀疑 如此残忍的犯人 是否是性犯罪动机 但是很快否认了这个猜测 因为被害人脸上的鞋印显示 这是一个小孩的脚 联系当时监视录影 排到两岁的James是被两个十来岁的小孩 带离购物中心 难道如此凶残的案件 犯人真的是那两个小孩吗? 原本警方只是寻找两个十来岁的男孩 了解James的去处 却怎么也想不到 现在变成了全程通气 并开始在各学校排查 当日逃课的学生 经过调查 当天至少有38个路人 目睹了两个大男孩 牵着被害人James 沿着荔枝利物浦运河行走 途中James又哭又闹 而两个男孩却得James 以拳脚相向 James的头上甚至都已经插破皮了 但是路人都以为他们只是兄弟间的吵闹 并没有上前来制止 当中有两名路人试图制止他们的殴打行为 但是这两名男孩 却说是带迷路的James到警局 随后路人为他们指出警局的方向 然而三人却朝着反方向继续前进 三人曾经进入到一家宠物店 当时店员对两名男孩的行为起了疑心 坚持不让他们离开 但是很不幸的是 接上起货 两名男孩趁乱将James带离的宠物店 最让人痛心的是 哪怕只有一个人真正制止了他们 这起悲剧都不会发生 警方发出全程通缉后不久 就有人匿名检举一名10岁男孩 John Valable在案发当天并没有到学校上学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妈妈表示自己的儿子 同样也是10岁的Robert Thompson 在当天逃学 经过鉴定 John跟Robert的衣服上 沾有跟被害人脸上一样材质的蓝色颜料 而James脸上的鞋印也跟Robert的鞋子形状相吻合 在案发现场采集到了指纹 也的确是John跟Robert的指纹 更加直接的证据是 警方在两人的衣服跟鞋子上发现了血迹 血迹不是能够随便用清水就可以清洗得掉的物质 通过DNA的对比 证实他们沾到了血迹 正是来自被害人James 有了这几项确凿的证据 警方马上将John跟Robert带回了警局进行审讯 但是审讯异常困难 警方所有的审讯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 将来会被用作呈堂正宫 他面对两个只有十来岁的男孩 又不能用非常激进的手段 在第一次审讯中 两人又哭又闹 杀了各种谎话逃避责任 坚持否认一切的罪行 但是证据就摆在眼前 整个审讯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 直到第二次分开审讯中 他们的心理防线逐渐瓦解 不停的撒谎承认罪行 撒谎再承认罪行 最终Robert承认James 的确是他跟John带走的 但是却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John的身上 不过他应该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只鞋印 留在了可怜的James脸上了吧 而John则是不停的撒谎 甚至否认自己曾经到过现场 他在审讯室里尖叫 打闹 不停中椅子上蹦起 甚至打审讯员 跟陪同审讯的妈妈 直到第二天 也就是Robert 已经承认James 的确是他们两人带走的 无法在满天过海的John 才终于在监护人的陪同下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he said that the two of you were in the strand and that you saw the little boy me never me never but the godson was too godson was too from tell you me never you were too scared you were probably too scared and he said that you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ed him out of the strand shops i know that you're too scared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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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起事件的真相 也慢慢水落石出 Robert Thompson 跟John Vonderbooth 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 两人因桃学而认识 从此之后 他们经常结伴而行 偷窃 捣乱 不停追求各种刺激的事物 2月12号这天 两人先到商店偷取了一些物品 包括甜点 玩具娃娃 电池 以及一罐蓝色颜料 但是他们想要寻求更大的刺激 于是两人协商后 决定诱拐小孩 他们首先找到了一对幼童 但是他们的妈妈 警觉都将孩子们叫到了身边 John跟Robert就在一旁 静悄悄地等候时机 直到这位妈妈转身去结账时 他们又试图将其中一个孩子带走 索性妈妈及时发现 冲到门外将孩子带了回来 第一次诱拐失败后 两人决定到糖果店蹲点 却发现糖果店并没有开张 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站在肉店边 独自一人的James Bouger 并将他带离了购物中心 再来的过程 就跟之前说的一样了 两人将小James带到沃顿小镇 发现前方有警察 于是又改道 沿着一条铁轨行走 来到废弃的沃顿安菲尔德火车站 开始施行他们的暴力行动 他们对James拳打脚踢 搬起10公斤重的鱼尾板 砸向他的头部 在他的眼睛跟脸上涂上蓝色颜料 逼他吃下了电池 脱掉了他下半身的衣物 玩弄他的生殖器 James就在这样残暴的对待中 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两个男孩思考了片刻 将James扔在了铁轨上 将他的头部埋进了倒炸碎石中 想要利用火车点过他的身体 以制造事故的假象 毫无疑问的 谁也没想到如此的暴行 竟然是出自两个10岁男孩的手里 但是无论犯人有多么小 犯罪动机又是什么 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一个 毫无还手之力的2岁小孩 都会引起公愤 9个月之后 也就是1993年11月1号 普雷斯顿皇家法庭 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但是当时出一顿儿童的保护 发院只对外宣布 受审人为A及B 有人肯定会问 既然证据确凿 两人也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公认不讳 那还有什么好审理的呢 其实这场庭审的重点是在于 两个10岁男孩 是否能清晰地分辨对与错 就跟审理一个犯人 是否有精神上的疾病 是同一个意思 而控方必须证明 他们的确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在听取了长达20个小时的审讯录音 以及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当庭法官莫兰认为 Robert跟John 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 他们有足够的犯罪意图 并对此采取了行动 因此谋杀 绑架 及绑架为谁罪名成立 被判处至少8年监禁 并解除了保密限制 公开了犯人的名字 莫兰法官说 我这样做是出于公众的利益 凌驾于被告的利益 说直接点 其实就是迫于公众的压力 才公开被告的姓名 因为第一次庭审 法用外就聚集了 多达500名的示威者 要求重判凶手 宣判后不久 英国最高法院 首席法官泰勒勋爵 建议两人的刑期 应该增至至少10年 在这之后 英国太阳报 征集了28万人联署 提请当时英国内政大臣 Michael Howard干预此事 最后两人的刑期 增加到15年 直到1999年 欧洲人权法院 认为Michael Howard的干预 导致法院的压力 让两人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2000年10月 欧洲法院Wolf勋爵 赴审的最低刑期 降职8年 但是两个人真的意识到 自己的罪行了吗 在1993年的庭审过后 John Vanderbilt便脱下了衣服 只听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可以闻到James的味道 就像婴儿的气味一样 但是在审判过程中 他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可以想象 一个虐杀了两岁男孩 沉没了几个小时的 十岁杀人犯 在被审判8年监禁之后 竟然第一句 说出的是这样的话吗 当初为了判断 两人是否有精神疾病 发愿请来了 儿童心理医生 Aileen Visser 他认为两人对对与错 有非常清晰的判断能力 但是针对James的下体受损 Visser医生否认了 他们的性犯罪动机 2001年 两人受到了法院保护 在一片争议中 以全新的名字 全新的柱子 刑满释放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然而在2010年2月 获得新生活的John 又被送回了监狱 罪名是多次进行斗殴行为 且持有骨科剑 以及在网络上下载 及散播儿童色情 2011年5月4号 John再度被赋予全新的身份 获得假释 两年后正式获释 问问想不到的是 2018年 John再度涉及 儿童色情影音资料的散播 被判监禁40个月 所以当初Visor医生的判断 否认John性犯罪动机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James Borger的案件 根本一直像养分一般 在浇灌 埋在John心中犯罪的萌芽 而法院也一直在姑息 这样一个变态的犯罪者 谁知道将来他会不会顾台赴盟 网站